特斯拉开了半年了我才发现的这5点隐藏操作 要是能早点知道就好了 尤其最后这个操作里面讲的便捷方法 大大的提升了用车便利性的同时 还能保证你的行车安全 视频从头到尾都是阿洛自己亲自总结的干货 感觉有用的你别忘了点个赞收货藏 首先因为经常听到车友和粉丝吐槽特斯拉的座椅就像一个小马闸 后排的座椅角度更是比大直男还要直 但其实你只需要找到后排头枕这个按钮 按住往后一推就能成功解锁特斯拉后排三段的可调座椅 调到最后做起来可真就舒服太多了 而且这一点很多车友还真的不知道 不过说到后排座椅我顺便提一嘴 因为之前看到有的车友为了关闭后排安全带提示 居然这样操作 虽然你能通过 我是谁 神经病 不过 以后来 这个隐藏操作就是我们在开启AP辅助驾驶之后 如果你想调节巡航的车辆时速 是不是还在用波动右侧的滚轮的老方法 其实大可无必 这时你只需要在向下波动右侧的挡杆并停留一秒钟 这样车辆的巡航速度就会切换到本路段的最高限速 尤其跑高速的时候真的是太香了 最后一个隐藏操作同样也是开启AP的时候 虽然每过一段时间车机里就会闪出这种蓝色的安全提示 用于提醒驾驶员专心驾驶 同时车机还会提醒你轻转方向盘来解除提示 但阿洛认为这种方法一旦力度掌握不好 就很有可能将车辆退出AP进入了ACC自适用巡航模式 如果你恰巧没注意车辆已经失去了车道保持 那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比起轻转方向盘 阿洛更建议大家用波动方向盘的滚轮的方法来解除车机上的安全提示 毕竟高速行驶时 波动滚轮肯定要比转动方向盘更加安全的 那么除此之外 你还有发现特斯拉有哪些隐藏的功能操作以及玩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 关注阿洛 下一期聊聊特斯拉主动安全里都有哪些你不知道的黑科技